深圳世大運組委會說明要搞好綠色大運 將市容搞到漂亮一漂亮 希望進一步吸引外資,注視深圳 何蓉生說下 所以說我們是一點點微薄的力量 估計也是有用的 希望大家都獻出一點點 就不得量了吧 當深圳遇上大運 政府趁機推廣綠色出行 打造綠色深圳 駕開十三年的士的賴遠輝 身體力行在一年之前轉駕這一種電動的士 行走大運會比賽場區 同時亦製造三贏局面 零排放不單有助潔淨城市的空氣 乘客亦可以省三元人民幣燃良附加費 的士公司一樣受惠 百公里耗油是八十 百公里耗電是八塊錢 那麼這個是參加十倍 並且你跑得越多 那麼你可能你的效率就越明顯 這種純電動大巴亦有份穿梭大運會的比賽場地 大運會閉幕 深圳市面就一共有五百家電動巴士及的士行駛 深圳市政府高舉綠色旗幟 又將碳中和的概念引入大運會 碳中和是指企業或個人 先計算人類活動產生多少溫室氣體 再按照排放量、付錢直樹 又或者資助清潔能源項目來抵消排放量 深圳市政府又說 大運會歷史上第一次嘗試碳中和項目 希望環保概念可以深入人心 會應對全球氣候暖化出一分力